看過去一家水果店裡 至少三種以上的文旦價格 再到市場水果攤看看 價格又不一樣 對 其實這個價錢不一樣 來自麻豆的文旦 售價從7顆100元到1斤39元 甚至飆到1斤58元 還有更高級的文旦禮盒 讓人看得眼花撩亂 不過8月底台南麻豆文旦園 整個泡在水裡 民眾在購買時 不免擔心買到泡水的文旦 有時候泡過水的柚子 它顏色就會偏黃了 有水傷 或者是有曬傷跟水傷 這個就很明顯 而且這樣子受傷的柚子 它會有香味 正常我們這樣子聞 味道不會有的 然後這個有傷害過的味道會很香 文旦碰到水 表皮的油包容易破損腐爛 因此文旦的好壞看外觀 有的像這樣表皮顆粒 紋路細緻的口感較佳 小顆的則表示是老長生的 而且要長得圓腳三角形 屁股也要漂亮 大個的比較便宜 小顆的比較貴 老長的有的特別貴 對啦 對啦 那所在其實 沒到六的有的都很好吃 以大台北批乏市場價來說 麻豆文旦平均價每公斤30.7元 相較去年同期22.3元 漲了30到40% 不過其他產地躲過雨水 文旦的產量相對增加 比起去年整體多了兩成 供貨穩定 價格也相對平穩 記得廉價性地獲真台中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